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画自在大法 提升至 第九重 也不知道 实力达到什么层次了 系统 打开属性面板 智力异响 系统 咱不再这么伤人的 半生 我很快 就能去找你了 倾斜 雪滴 你 师姐 你误会了 师弟长大了 以后师姐会常来陪你的 师姐 不是你讲的那样 我懂 算了算 师弟你也到了年龄 唐剑锋一直以来都是你一个人 野生人进食 难免孤独 你要个什么都不懂啊 喂 师姐 今日来 是有何事 这么说来 好像的确有件事 今天是我昆仑剑宗招收弟子的日子 宗主让你也过去 自从将师妹离开 你成为了藏剑锋锋主之后 一直都没有招收过弟子 宗主对你的意见可是很大呢 教弟子什么的太累了 不过 还是去走走过场吧 我去换到衣服 师姐 请稍后啊 我陪师弟一起去换吧 不需要 谢谢 圣女逃进了昆仑剑宗 这事儿需要宗主亲自定夺 走 回魔宗 抱歉 我来迟了 秦风主好帅 每次见到他我都感觉自己要换了 是啊 如果能亲他一口 我感觉都可以破镜了 区区一个灵动精也有脸来收徒 没错 要不是他救了上任藏剑锋风主江青雪 以他的资质 怎么可能入得了我昆仑剑宗 你看看你 堂堂藏剑锋风主 成日沉迷于种草六娘 至今凶威才区区灵动静 你好意思吗 这是你让我来的吗 你本勇啊 白本顶嘴 好了 宗主 你就不要再斗秦师弟了 江师妹作为本宗数千年以来唯一的圣经尊者 她既然看中了秦师弟 那自然有她独特的眼光 喂 注意一下你的姿势 啊 居然连东州六大半身之一的宗主 和东州三大美人之一的苏丰主 都沦陷了 岂可休 难道神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 试炼开始 可不过了 走差一点 下一位 安妙林 哇 好美啊 妈妈 我看到仙女了 将手放上去就可以了 啊 这 竟然是冰凤血脉 我想收你为关门弟子 你可愿意 这 宗主被拒绝了 我没有戏 我看你持剑 应该是剑修 论剑道 我天剑锋在宗内当属第一 我玉雷锋的锋雷剑也不错 只要你肯来 我就把我的天剑锋雷剑传给你 来我的灵药风 灵药管够 好了 你想加入哪个风 自己选的 修炼资源的话 宗门少不了你的 我想加入藏剑锋 啊 傻见光 吃瓜吃到我自己身上了 我 安妙龄 上一世乃镇朔古今的绝情女帝 却遭三名地境强者陷害为杀 成活一世 却险些成为魔宗宗主的顶罗 逃出魔宗 加入昆仑建筑 找个若姬风主 只要身份不会发现 凭借上一世的泰山望前面 我定能重回地境 到时候我定样 拟杀了这群人 但是现在 就这件吧 我看挺适合你的 这家伙都不说是卫生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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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被占便宜了 你脸上丧 我帮你擦擦 这么激动干啥 喂 不用这么夸张吧 可恶 松了 既然你拜我为师 有些规矩还是得遵守的 前世其他难休 连看本地的勇气都没有 这江湖居然敢占本地的便宜 首先 我这个人很忙的 种菜交花粉费时间 所以可能没什么时间教导你 待本地恢复修为 就把他砍了 其次 不对 有时 会有来安排些左侧让你做 你可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这丫头拜师还在练剑 真是可苦啊 到时候还是两只手一起砍了吧 恭喜祖主 收得家徒 此女 男女帝转世 望好好栽培 哦 女帝转世啊 奖励所学全部武器 提升一重 奖励极品地兵 兵离剑 奖励至尊剑法 心剑绝 嘿嘿 这个小猎太小了 哈哈 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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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拜我为师 那这个 就当做拜师礼吧 一个灵动技 能拿出什么好东西 啊 好蓬佩的能量 像是要冲进我的体内一样 不对 是 这竟然是 极品帝兵 你 你真的给我啊 是啊 这剑应该还凑合 凑合 这家伙 不吹牛能死吗 凡兵器 功法 丹药 都分为 黄阶 玄阶 帝阶 天阶 帝阶 至尊 每阶 又有下宗圣可极品之分 上一时 我就是因为一剑下品帝兵 才遭来了杀身之祸 以我之前素未谋面 为何对我那么好 什么为什么 师父送徒弟拜师礼 不是应该的吗 啊 这么说 好像也没错 但是 不要紧还给我 我还有一双陪伴多年的袜子 当做拜师礼也是可以的 我才不要你的臭袜子 真的 只是拜师礼吗 想不通 大家还是先绑定任主再说 为什么会这样 我明明只是 这是 有点意思 等我出关 就去会会这昆仑剑宗 你 别玩了 宗主来了 他居然一招 就轻松扑灭了一下 你跟我出来吧 见过宗主 好你个晴天 宗主姐姐 你这是干什么 说 刚才的异象就在你们藏剑坊 是不是你们搞出来的 你看我俩灵动静 能搞出那么大动静吗 真的 异象而已 有了就有了 你懂什么 这异象出现在我昆仑 怕是我昆仑会有麻烦了 一切有违法 如露衣如电 宗主姐姐放宽心 算了 你们自己多加小心就行 冰离剑 随手拿出可以引发天地异象的极品地弹 三手又可以令异象消失 狮子 你还真是让我越来越好奇了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录 扫描自己ова Death 七夕六百六十一 76えー 766二 一日之机在余晨 7663 你 呀 只要每日到天之修炼 才有机会从日神手中逃脱 啊 呃 本金屋絕對會有光明的未來 住手啊 你這個殺妖夫大眼的惡神 快住手 我的羽毛被曝光了 救妖啊 不愧是索妖塔最私立的金屋 這肉質夠緊實 今天妙齡有口福了 寒雄劍役 哪怕我有前世的經歷 但劍役果然還是沒那麼容易領悟 妙齡 過來吃飯啦 碧谷 不吃 必須吃 什麼時候出現的 而且 這是什麼規矩 我的規矩就是規矩 好濃郁的香味 只是聞味的 就彷彿吃到嘴裡了 對 雞湯來咯 師尊 你的笑文好噁心 不要在意這些細節 吃完這頓飯後 你應該就能突破到 金身境一重了 給 師尊 你沒事吧 修行境界分為 脫繁 超繁 靈動 金身 涅槃 造化 半勝 聖境 地境 九大境界 每一個境界 又分為一至三重 你以為突破 像吃飯一樣簡單 啊 咦 來了 這是 什麼感覺 有股能量 在我的體內奔騰著 從心臟流出的血液 在體內循環一次 需要花二十至二十五秒 可這股暖流 只需要十秒 不 五秒 要忍 要忍住 啊 糟了 啊 太美味 太滿足了 這 簡直是人間爵位啊 我這 真的 突破了 為人師表 為師說能讓你突破 便能讓你突破 否則 豈不浪費了這三族金屋王 三族金屋王 你拿三族金屋王熬他 這傢伙 絕對不知靈動靜 莫非 我可也是我 距離素材可以發光 又進了一波 師尊 你是不是 噓 人嘛 應該永遠保持一點點神秘感 比如 我有秘密 而你 也有秘密 難道 他知道我的真實身份嗎 記得把菜都吃完哦 還有 把桌子收拾啊 舊春節占我便宜 我遲早把你的手剁了 掃描這個二維碼 看我如何調教女帝 該死的傢伙 該死的傢伙 你到底是誰 天天愛抓我們的同僚 今兒個還自己送上門呢 實際上的 就把被你抓走的妖王們 立刻換回來 简直太壞了 但是我好喜歡 今晚不如留下來陪我喝酒吧 別擔心 他們過得很好 包吃包住呢 喝酒就免了 其實今天呢 我是來找你們借妖王驚喜的 越多越好 掏空之類的 這聽起來很棒呢 醒醒 他是來殺我們的 我借你個頭 欺人太深 給本王去死 是老猴子一棒 哼 呼吸 那我就自己動手了 爬火自在大靠 換前我 這是 神獸玄武 搞定一個 誒 你們一起上吧 我趕時間 就那招 好 嗯 還真捨不得壞了這麼近的臉呢 風來不及 回憑 回憑萬事 所體記嗎 臭小了 我也會 畫白狐 四象少聽 新劍 新迷劍刻 蛇 怎麼可能 啊 哎 出來幾天 難道是廟林那小捏子想我了 嗯 取了驚險 就回藏劍峰吧 還好大騙啊 不然 連渣都不是 啊 煉丹坊 難道他回來了 一回來就搞出這麼大病情啊 你這是把煉丹坊給這兒了嗎 妙玲 你來得正好 吃飯吃了 這可是為師特意為你煉製的 這是 是 夭黃丹 而且還是 天 天間極品的夭黃丹 以我上一世你弟的身份 都一探難求 所以 師尊消失的這幾天 都是為了我嗎 哎 怎麼還不吃啊 難道是藥苦啊 先不管味道 師尊 你覺得 這裡合適嗎 哎 哎 好像 是有那麼一點 不合適啊 好 只要慢慢將自己的能力 輸入到妙玲的體內 令花妖黃丹 應該不是問題 好 妙玲的狀態不錯 好 這次覺醒狠 順利 世尊 我想要 妙玲 你該不會 你該不會 不是 我 能夠 你不吃 我 怎麼會 你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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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吃 我沒吃 你不吃 真棒 你屎小狗啊 又有人 成功了 宿主徒弟 觉醒地品上谷冰凤血脉 境界突破至 涅槃进一重 奖励宿主资质提升为七品 签到奖励提升六成 这次真是收获巨大呀 我的清白 总算没有被辜负 因为觉醒 暂时失去了意识吗 你醒了 我怎么 事先说明 为师可是坐怀不乱 是你主动的哟 妙玲啊 以后要注意一点 毕竟师徒有别吧 我做什么 好香 混蛋师尊 你给我站住 妙玲 你的血脉觉醒了 太好了 天佑昆仑 这是圣经之字 我昆仑要出第二个圣经了 宿主 我觉得安妙玲不能待在藏剑峰了 不错 这种天驾不能让晴天给耽误了 应当有个靠谱的师父好好为他指点一二才是啊 这么说的话也确实 我这次能觉醒全靠师子 你们再诋毁他就请离开藏剑峰 这里不欢迎你们 这小孽子怎么回事啊 真被晴天的混响怎么没伤了 宿主 不好了 注意仪太 有点宗门样子可好 对 对不起 但是 妖 妖族要攻打我们昆仑了 你再说一次 真的是妖族 现在 世尊 仪太 妙玲 你和晴天先躲一下 肯定是冰凤吸引 吸引到了妖族的注意 我们去慧慧这些妖族 上古冰封血脉 就在这里 那是妖魂 妖族怎么会突然攻打昆仑 立刻交出冰封血脉者 不然 仅仅本皇就血洗冠轮 好强的气势 大家小心 这是 蛟龙族妖魂的气息 但是这气息似乎 在和我产生着某种不明 我明白了 妖魂灯上 有一模一样的 蛟龙气息 正宁里面有龙血 而龙血 遇到我体内的凤血 会激发我内心 深处最真实的情感 所以我才会 世尊 你是不是故意的 嗯 神不见了 曲曲蛟龙妖黄 你好大的口气 刚刚说大话的气势呢 这种实力 就妄想灭我昆仑 我的实力 曲实不够 但是加上青鸿和蜜猴 三个妖黄 够了吗 五分钟之内 他们就会赶到 到时候 就凭你 还是保不下这个纵门 哈哈哈哈 居然还有其他诱惑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调教女帝 都怪你 养伤就养伤 看什么混沌戒神 知道了吧 你急那么短 我以为来得及啊 有请七十八号选手 飞吧 去追上他们 你刚就想问 这些纸飞机 跟了我们一路了 是你的新手屋啊 啊 怎么可能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但 这是什么东西啊 啊 这是 一个 两位 死路不通 你们拿哪儿来 就回哪儿去吧 是你 上次那个伤了我们的沙门 你是昆仑剑宗的人 恭喜猜对了 有奖哦 打扰了 我们立刻离开 跑那么快干嘛 你们还没领奖呢 哈马自在大死啊 大死了 划手 是金龙啊 啊 哎呀 你们还是那么弱 一招都接不下来 喂 已经快半个时辰了 看来你的盟友不靠谱啊 小的们 我们走 那两个家伙 回去一定要他们好看 成就了 不愧是宗主大人 满黄山脉的妖族盯上了妙龄 我得去一趟后生才行 居然放我鸽子 那两个混蛋 真是越想越气 别气别气 大佬喝茶 喝你的头啊 你要是强点 把那臭女人绑了 我们也不至于这么狼狈 我 我的错 啊 好久没吃牛肉了 今晚 就吃牛肉饱吧 好刺眼的阳光啊 嗯 不对 我在房间 只能看到西雅 我睡了一整天 狮子 该修炼了 起来啦 狮子 狮子 狮子还早 继续修炼吧 别睡 别睡嘛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妙龄终于不再折折我了 今晚必须庆祝一下 你不要过来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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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情之道 这一时 我必定能 叶灵 吃晚饭了 今晚吃大餐 我不需要进食 你前段时间 可不是冰山美人人设啊 你再弄啥子来 别碰我 这只是我修炼太山望秦路的必顿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和你的相信都不太好 作为进修 更适合随心所动 所以 你更适合这本修炼箭头 同时 同我至尊敬的新箭诀 怎么样 只要二百两欧 至尊敬 难道 是地境之上的境界 是的 不要了 你老板过去 二文 喂 你认真的吗 前世今一万险都寻不到的东西 今生如此简单就透手可得 师尊 嗯 谢谢你 师姿 哦 吃了 嗯 我们去修炼吧 顺便解决掉 太上望秦路 小师叔 给你造成的影响 小师叔 小师叔 你们真是做什么 妙龄以前的工法练差了 啊 那妙龄没事吧 没事 她在你小师叔的帮助下 修炼了新的工法 比以前更厉害了 不 不愧是小师叔 真好吃 这是什么 嗯 WG炸薯条 过得厨艺不错吧 嘿 小师叔全做门醉吧 够了 你们能到别处吗 我正在修炼啊 我知道 但是妙龄 你知道我这样做 是为了什么吗 正所谓 不为外物所动 之为禁 不为外物之所食 之为虚 只有拥有一颗 不管任何险恶 都可以保持平和的心 才可以 在寻道之路上 走得更远 崔 我这都是为了 锻炼你的心态啊 听懂大声 小师叔说得好 有话呢 忘了 可乐就会没气 薯条就会变软 必须赶紧吃掉 你 妙龄 你拔劲干什么 我今天 想要行那大不尽之事 我又是 你土地好凶啊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 调教女 你来啦 我来啦 你不该来的 可我必须来 一点变化都没有 那是我的酒 放下 不 这上面 有我的名分 所以是我的酒 回去和妙龄 一起品美酒咯 也顺便签个道吧 累计签到奖励 他画自在大法 提升至 第十一重 万古不灭 逼宠 获得道具 时空令 努呼 起飞 我终于掌握建议了 这十年一直麻烦你 太谢谢你了妙龄 没关系 和你一起修炼 我也有收获 前面错怪你了 不管晴天那个画蛋 你真是超级美丽的可爱女人 妙龄 我要回去告诉世尊这个好消息 请走了 再见 修炼完一身尘土 得许个澡才行 好舒服啊 然后 某人该出现了 妙龄 师父做了一顿好吃的 快来吃夜宵啊 每次都这么巧啊 师尊 你到底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故意 那肯定是故意的 而且你知道吗 故意是我今晚 可是弄到了酿制八百年的猴儿酿 所以赶紧一起来 滚出去 哎 五家游女初掌成啊 师尊又在想什么 笑得那么伤风败俗 没想什么 你穿这件衣服非常好看 好看是好看 就是 师尊买的衣服 胸口都太紧了 感觉 有点透不过气 口子掉了 瘦死吧 哎呦 话口不说 别变口啊 师尊的厨业越来越棒了 你要多吃点啊 嗯 怎么了师尊 有半生带人来昆仑 可能是来捣乱的 我们过去主风看看 好的师尊 听闻冷牙长老 最近带着掌门守徒 到处挑战各大宗门的年轻弟子 这是为何 误会 那是少花陷入了瓶颈 所以想和各宗弟子交流一下 寻找突破契机 其实 我们这次过来 还想见识下传闻中的上古血脉 老狐狸不安好些 肯定还有其他问题 不好意思 妙龄她闭关了 那我们还真是不凑巧啊 不凑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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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不凑巧啊 我去凑巧了 不凑巧了 终品一剑 离山河 轩儿 这是发生了什么 太快了 根本没看清啊 猜到家了 雷前辈 抱歉 实在没想到 他一招都挡不住 你 雷霍主 愣将 好了 下一个是谁 是你来当我的对手 还是 你来 都不敢吗 师尊 让我上吧 再这样下去 弟子们的信心 都要被压垮了 好 你要小心 保险起见 把安人师妹也叫来吧 叫他有什么用 现在他还差点火候 师尊 你有所不知 妙龄在小师叔的教导下 心领悟了剑意 我也是因此 亏得剑意的门槛 擎天交剑道 安妙龄你不剑意 你确定 十分确定 我说怎么总感觉 这小子很古怪 原来是在藏主啊 我来当你的对手 既然连昆仑大师姐都上场了 不如 我们打个赌吧 赌注是 逍遥秘境的一个名义 达赌注是 是逍遥秘境的一个名额 打赢我 我的名额就是你的 看来他们的真正名额 是逍遥秘境的名额 答应 好 我们同意了 那我们开始吧 昆仑的大师姐 狂风 剑意 秦风剑意 你居然也会剑意 看来 你知道我拿出真正的实力 大话谁都会说 那你就看清楚了 剑意更进一步的进阶 剑意与剑技的融合 天阶上品剑技 狂风剑 糟了 青丝 哎呀呀 这么高 别怕 我们俩 小师叔 小师叔好帅 真羡慕燕师姐 我也想被小师叔公主抱 帅 哪帅了 高不动这群俗龙一天天的脑子在 好 好漂亮的师妹 我 我又恋爱了 在下是蓬莱掌门首图 年轻一代三大天骄之手 白绍华 不知师妹方明 咱们认识一下 目标终于出现了 让我好好地确认一下 除了血脉之外 你的其他子质吧 你这个臭臭 放开你的脏手 骂谁臭臭啊 你这条臭泥臭 你才是臭泥臭 他是我师尊 他是我小师叔 师尊 小师叔 等等 穿完昆仑 有一个很帅的废物小师叔 那个人说的 就是你啊 啊 你有意见吗 他们一定是被你的美貌迷惑了 我要拯救他们 让他们知道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 这笑声简直不堪弱 一看就知道 在想一些不能过程的东西 必须给他一个教训 好的师尊 等会儿 就用三招解决他 要留点面子给蓬莱 师妹加油 你说安师妹能赢吗 不知道 毕竟 安师妹才修炼十几年而已 可是安师妹有上股血脉 说不定修炼会比我们快上好几倍 或许吧 你还要抱我的小徒弟抱多久 亲自不是受伤了吗 所以我这是出人为乐 防止青丝伤势加重 气势些歪力 他的学尾应该不会超过燕青丝 以我的实力 可以来一场指导阵 既只是我的实力 又体现我的空度 师妹 师妹请 什么 是否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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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锁 一切 是否刺手 是否刺手 这不是对手啊 我 我不可能输 第三章 绿库兴奋 赢了 看来年轻一代 莫宗安师妹一枝独秀啊 太好了 冷长老 刚才的赌注可还算数 拿去 约定好的逍遥秘境令牌 老夫说话算话 承让了 莫宗主 既然比试已了 咱们就此别过 找到了 月灵 梗漂亮 大师妹 你太厉害了 没有了 公主 找到最合适的宿主了 她身上流着上股冰凤血脉 还掌握了大成建议 你 做得好 冷阳 等本宫得到肉身之后 必将统一东州 到时候 少不了你的好处 谢谢公主 请 解情女帝 你给予本宫的羞辱 本宫出去后 必向你百倍奉欢 哈哈哈 偶尝秘境 是我昆仑 同来 体积太白三大宗门 花费了大代价才打开的秘境 每二十年开放一次 里面机遇众多 比如灵药 宝物等 但是它有两个限制 一是只能涅槃境以下进入 二十开启后 最多进入九个人 而进入秘境的钥匙 就是你们手中的令牌 你们要记住 进去秘境后 你们只有七天的探索时间 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 如果没有问题 就出发吧 刹到 他竟来秘境了 去将他带过 责命 公主 居然和验尸姐他们走散了 苏丰主可没爽过会发生这种情况 什么人 原来是乌鸦呀 吓死我了 卷肘 这就是苏丰主说的 秘境机遇吗 天凤圣果 啊 我记得 只要吃了它 我就可以突破涅槃境极限 到时距离造化境 也只有一步之差了 好 出发 去找天凤圣果咯 找到了 有了这几颗天凤圣果 我很快就可以达到 作画境了 这是封锁动作的阵法 你的身体 是我的 果然是阴亡 而且幕后黑手 还是一个圣境的圣魄 目的是要夺赦我的身体重生啊 这是 可恶 老娘居然被一个小妮子耍了 出来 你的脸 是你 学情女帝 你认识我 你是谁 害得我天魔宫被人灭踪 我的身体 也被人摧毁掉 你居然不记得 嗯 嗯 不记得了 本宫 杀了你 又是这招 你以为我会再次中计吗 给本宫 出来 真麻烦 传闻女帝已经陨落 看女帝现在这副模样 应该是转世之身吧 哼 谁知道呢 要不你来试试 我相信传闻是真的 呵呵 啊 女帝 你已经失去了地境的实力 现在的你 也只是个涅槃境的入侵 乖乖交出你的肉身吧 就凭你 就凭你 凭一剑 如果你的实力 就只有这一剑 那你未别也太小看我了 哈哈哈哈 一直帮你挡下攻击的剑 是帝兵吧 哈哈 哈哈哈 星铁真是我的幸运室啊 不仅能拥有天赋绝佳的肉体 还可以再收获一把绝世帝兵 哈哈哈 女帝 乖乖束手就停吧 我可不想弄伤我的身体 别开玩笑 你只不过是一个 失去肉体的圣境魂魄 这个秘境的规则 限制了所有外来者的实力 超过涅槃境的修饰 想要进来 都必须自我封印 你也不会例外 你说得对 你又如此 可是 任何规则 都会有漏洞 逍遥觅境也不例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女帝 好好感受一下绝望的滋味吧 半 半圣 不快 准确地说 是快要突破到圣经的半圣 我终于啊 重新拥有肉体了 天天天天天天 哈哈哈 可恶 动不了了 什么时候啊 你知道吧 为了过得这股 靠在秘境内使用 超过涅槃境的力量 它是让我吃足了口头啊 我回复过了 我的灵魂 不能在这里倒下 我哪有仇人被杀死 我哪有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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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能帮到你 记得贴身收好 贴身吗 当然 到时候为师就会羞的一声 从令牌里出来帮你 好 到时候 师尊可要小心点出来哦 让你不要如此贴身 妙灵跟着苏兰师姐 去了逍遥觅境 我的单身时光又回来了 浪起来 帅哥 你的牛杂面 这香味 果然出云城的牛杂 不是浪得殉民的呀 师尊 救命啊 这好像 是来自时空令的求求信号 给我来碗红糖水 好的客官 里面请 女帝 这就是你的后手了 不用再做无尾的挣扎了 可惜 他一点用处都没有 没用 什么远 没事吧 这里发生了什么 混沌剑神第二集 剑神热线归来 12月30日上线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挑截 发生什么事了 青丝他们在哪里 你们怎么没在一起啊 我将这段时间的记忆 传输给你 我终于要重新拥有肉体了 你这精力还真丰富啊 不过 我明白了 冷牙和这个女人是一伙的 冷牙为了给她找合适的肉体 才带着白绍华那个蠢货到处挑战 先不说这个 狮子 你为什么戴着一个猴头帽子 看起来好呆啊 这个 这个可是为时能用半生力量 打破秘境限制的秘密 原理啊 其实很简单 只要提前杀死秘境的半生妖兽 再用这头妖兽的灵魂 将自己伪装成秘境的一份子便可 这么说 那个女人能用半生的力量 说明她也杀死一只半生妖兽 没错 好可怕的力量 只是一全 我的灵魂就支离破碎了 看来她身上的妖兽灵魂 是秘境最中心里 以力量著称的灵暴圣渊 灵魂已经支撑不到 再去多射女帝的身体了 而且 我也不是那个男人的对手 只能动用后手了 舍我 是你们害我变成妖兽的 即使 便是你们的死期 不过世尊 你来得真快啊 我刚用时空令呼救 你就出现了 那必须的 为师说到做到 说羞的一声出现 那就是羞的一声出现 地底下没有东西 小心 出来 这是 这女人 把自己彻底要受换了 女帝 还有多管闲事的男人 杀了你们 死吧 女王独野 断灵 离开这里 师尊 你小心一点 不用担心 暴力 别打 你的拳头和刚才比起来 实在是太软弱无力了 居然没事 变成妖兽后 皮肤都变得坚硬了吧 你要爱好 比小剑中的还要几手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是无法破开她的防疫 就是这么东西啊 皮肤被腐蚀了 看来不能被她碰到 师尊小心 什么 躲 诸王 光神 debit 将军 怎么办怎么办 师尊被诸王捆住了 哎 有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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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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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就呆在里面 慢慢变成我的享用 接下来就剩下你了 女帝 要不是因为妙龄 我都忘记还有冰离剑了 真是 一不小心就着了道 你怎么可能会没事 接下来我要开始认真了 小一 小月一 深一 五算一 心一 不诺一 便宜合一 休想 给我拦住他 心进决 青年毒枭 打完收工 师尊 你没事吧 小意思 还没有全力呢 先给你 价打完了 该整好处了 你小心点 真的在这里啊 这是 天凤圣果 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这说明圣果就该属于你 赶紧吃了吧 为师给你呼伐 是 恭喜宿主徒弟 达到涅槃进极限 奖励宿主 签奏奖励 提升两层 成了 这奖励真香 等回到岛建峰 只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我就可以进击造化进来 在这之前 你还有一件事要解决 什么事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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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下 愿望建神第二集 剑陈热血归来 十二月三十日上线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调教女帝 等回到藤建峰 只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我就可以尽其造化进来 在这之前 你还有一件事要解决 什么事 我撤到 居然躲在几千米的地下 给我出来 又见面了 蓬莱的大长老 人人都说 昆仑的小事书是个废物 看来你把所有人都骗了 突然想起来 我的牛杂面再不是就冷了 他就交给你了 师尊 这就要走了吗 放心 我把灵抱猿猴剩余的能量 传送给你 现在 你也短暂拥有了半生的力量 我在藏建峰等你回来 要灵 看来他对你很有信心呢 居然相信你这个半桶水的临时半生 可以打败我这个老牌半生 谁知道呢 要不 你试试 那就让我试试 你有几分本事 天魔斩 现在的身体 比想象中的还要轻易 这就是境界高了之后 血脉带来的增幅吗 怎么了 那个废物师傅没教你用半生的能力啊 我只是在熟悉 我 回忆过去的感觉而已 少说闷话了 即便拥有了半生之力 你也就只会躲避而已 不过就一个小丫头 趁你落地之前就了结了你 你太高看自己了 炎魔斩 有事吗 速度 还有力量 一切以前的武器 还是差上没大截 不过算了 毕竟只是半圣经济 好快的速度 好强的力量 好了 让我们结束这场闹剧吧 小丫头 占了一点上风 就敢大放厥词 今天我就要让你明白 真正的半圣是神的模样 半圣 我杀过的半圣 多如鸣鸣 心见绝 替爷哭怒 妙灵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燕士姐 妙灵 发生了什么事 进入秘境后 你居然没和我们在一起 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奇遇而已 妙灵 你遇到了什么奇遇 安师妹说说呗 我也很好奇 好吧 其实我进入漩涡时 手里突然多了一块红宝石 我的牛仔面 我回来了 你 牛仔面 什么情况 公主 快跑 公主 跑哪儿去啊 束手就擒吧 公主 公主 你也不想你活命受伤了吧 这 怎么办 我的牛仔面啊 苍天啊 我一口都没吃啊 公主 我是崇敏国公主 明依廉 希望您可以帮我 小子 国宗办事 赶紧滚 少管闲事 你逃死了 没听到我在跟苍天说话吧 画龙脚 好厉害啊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不如现在我们一起回皇宫 探讨如何报答您的恩情吧 啊 够了 我还有事 公子 等等 走掉了 幸好用投影石录下了模样 回去让情报机构找一下 大概是哪家公子 距离妙龄他们回宗门 还有一段时间 先回家一趟吧 开启获得神脉的我无敌了 每周二周五 早上十点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 你这一段时间 你可遇到的 要遇到的 尽量 就是我 今天 有钱 你也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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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我哪有 你不得了 我哪有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哪有 儿子 我们和家里仆人出去浪了 不用挂念我们呢 对了 要小心输哟 原来是出去浪了 不过老妈说小心啥 输 银卯辰 四五未深 很好 今天运气不错 来签道吧 累计签道奖励 所学所有武技提升一冲 获得道具 超级小诗球一枚 这 碰谁呢 老子签道七七四十九天 你就给个球 而且别以为换个形状 我就认不出这是啥了 狐狸 还真是小诗球啊 这玩意儿要滴多久啊 该不会要想一天吧 嘿 灵动静的小子 赶紧滚 这个收了青秋地鸡的盒子是本作的 传说中的青秋地鸡 不像啊 好帅的小哥哥 这只狐狐狸 就是请求地鸡 叔叔十分确定 而且 他是地盟要抓的人 地盟可是很可怕的 乖乖给我吧 然后叔叔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们一起快乐地提神修为 叔叔可是圣镜哟 这一刻 一声记忆久远 巧而有力的音乐 在我的脑海中 重新被唤醒 你 你不要过来呀 死鸡龙 死鸡龙 你居然敢说出那个词 我要家暴你 让你再也说不出来 好恐怖的力量 起修吗 别死我呀 混蛋 还有盒子 还给我 别整眼说瞎话啊 仔细老 这盒子是我的 你又说了那个词 我要把你砸成肉鱼 这儿 奔托到狠口前 真是想了一天啊 我这个乌鸦嘴 啊 终于好了 和泥鳩一样滑溜的家伙 喂 四季老 蛋也不见了 你别走 可恶 用力过马 把体力都消耗完了 这下灾了 唉 不知道这狐狸 能吃吗 混沌剑尘第二集 剑尘热血归来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调教女帝 啊 这里是哪里 不像是地盲 难道是有人救了我 你终于醒了 谁 这里是昆仑 而我 是你的救命恩人 少吹牛啦 你只有灵动静 怎么可能在那个圣境之人的手上救下我 不管你信不信 那个死变态 都已经被我炸成烟花了 还有 你掉下来砸到了我的法宝 然后就和他签订了初步契约 所以你暂时无法离他太远 回来吧 啊 那你快点解开契约呀 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这可不行 说明书上写了 解开初步契约 你会立刻暴毙 嗯 我看看 然后 必须签订完整的契约 不然 你也会在三天后暴毙 三天 你吓唬谁呢 说暴毙就暴毙 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不信啊 你会看石海不 你可以感应一下 你石海中的契约信息 等等 我的石海 该死的 果然和这男人说的一模一样 不行 我得想想其他办法 看来只能那样了 大人 我遭人陷害 得罪了很多势力 和我签订契约 就等于欠下我的因果 是会害了你的 哎呀 别这么说 只是签订契约而已 而且我很厉害的 不管什么因果 我都不怕 遇到个傻冒车大炮了 根本聊不通 看来只能找机会夺走这玩意儿 然后带着它逃之夭夭 来签订契约吧 实现是一百年 或者是你的境界超过我 超过你 哈哈 你早说嘛 这条件太简单了 只要我努力修炼一段时间 就可以超过你了 我们快签 契约 签订 恭喜苏主 与青秋地基签订主仆契约 奖励至尊功法 天狐至尊诀 极品地宝 天狐猪 搞定 从今天起 我要努力修炼 双区尽快回此修为 然后解除契约 疼 疼 可恶 你竟然受到伤太重了 我真是劳碌命啊 唉 小菜狗 我去去救回 你先吃东西吧 唉 你才是小菜狗 你全都都是小菜狗 可恶 我才不吃 就算是饿死 我也不会吃你的东西一口 我 我这都是为了有力气修炼 对 又是这样 这是 妖王肉 我的尾巴 我好像被坑了 这一桌妖王肉吃下去 都不止你用劲啊 好烫啊 放开我 你 你受伤了 境界太低 这药犬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 不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放开我 小狐狸呢 你这混蛋 混蛋 你听不到人话了吗 看 看到了 想不到 你这这小狐狸 还挺好看的嘛 身材也不错 身材 你快出去 嗯 嗯 现在就出去吗 我还打算把这个珠子给你呢 我个大色狼 我才不要你给的 这是 天狐猪 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种天妖猪 是天妖临死之前 将所有的灵力和法则 凝结成的一颗妖猪 狗族凝结的 被称为天虎猪 龙族凝结的 被称为天龙猪 不管哪一个种族的天妖猪 都是极品地宝 你要把它给我 当然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如果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条件 我是不会答应的 亲我依靠 不可能 只不过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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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而已 就想要我的珠碗 你想的没啊 是吗 我还想等你信完之后 就把这本功法 和天狐猪一起给你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 天狐至尊诀 我狐族功法 九尾天经 可是地阶功法中最顶尖的 才不需要你这所谓的 天狐至尊诀 这么随便下定论 可不是什么好的习惯哦 不如你先看看 再做定论 别着 看就看 我就不献这世界上 有比九尾天经 更适合我们虎祖的功法 净化来袭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调教女帝 好无聊啊 居然是真的 这本功法 居然真的可以修炼到天狐 在虎祖几十万年的历史中 也仅仅只出了一位天狐 那位天狐还是机缘巧合之下 用了一些天地质宝才得以突破的 只要我修炼到了天狐 要向帝谋复仇 那岂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啊 你真的送我 谁呢 君子一言似乎难追 我今天说到做到 你啥时候跑这边啦 洗完澡 一碗小酒下肚 美赛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很值当的吧 考 考虑 请就请 我豁出去了 好好 我准备好了 不要连心啊 好 高虔 就 就成一 股瘟 那出什么事了 有离人 秦王和狮子的约定 所以我出了秘境 一刻都没有休息 就是为了快点回到藏剑坊 等等 妙灵 你听我一时解释啊 去死那儿 本归师尊 去 冰冲 五年 我终于恢复到半生境了 可是 祁月为什么还没点出 啊 系统消息 宠物白萧如 实力恢复到半生境 奖励宿主 资质提升为 九品 千道奖励 提升一程 哦 这契约的事 谁知道呢 哦哦 这奖励不错哦 走啊 小狐狸 今天你这个大骗子 被 File the 快死了 太阴和邀生大人 你们刚可不在自己的地盘待着 帮我这里来干嘛 邀生大人 我们发现了少谷兵放血脉 可是他身边有大能者 无法将其带回 他因此受了重伤 直至今日 才痊愈出关 哦 有点意思 冰凤血脉在哪里 是 他在 他在昆仑建峰 是那三个老不散的门派之一 当年要不是被他们抄袭 我的修为 也不会一直徘徊 目前那么多年 你们三个 立刻召集妖族 参天后 随我一起覆灭昆仑建宗 是 老上大人有令 准备攻打昆仑建宗 杀放他们 满荒山脉的妖圣 想要覆灭我宗门 恳请老祖出关 莫荒 你先与蓬莱派白二宗联合 剩下的 交给我们三宗老祖们 是 千道奖励 奖励至尊阶下品生死千一柄 他画自在大法提升为十二重 万古不灭体提升至二重 终于到了圣境了 这奖励越来越像了 小的们 十二 给我碾碎他们 卡屏忽伦 三宗弟子听令 不好建宗 碗碎分光剑 雀虫小屁 有话 轮到我攻击了 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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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西望什么呢 哈哈哈哈哈哈 君是你昆仑碧灭 啊 啊 苏丰主 糟了 羊蜂蜜 没事吧 苏丰主 苏玲 你终于出现了 冰凤血脉 苏丰主 你先休息一下吧 这鸟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臭灵马 你就这样看着吗 有点 地表最强无依胖爷下山 美猪三 不好走 好强 好强 这好恐怖的能量 直接把天都打出了窟窿 冰凤血嘛 乖乖束手就擒吧 你还不够资格 继续造化精二重 竟然赶回老娘的盛世美颜 你简直 不可原谅 我要砸乱你的手脚 再把他们狠狠砸碎 少死吧 可恶 没人会这样 别生气不着了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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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逆法 救世女 妙龄 不好 妙龄有危险 臭凉猫 你还在这干嘛 快点去救人呢 别急 她没事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快快放开我 我看 抓不过去了 没想到上次交给妙龄的半生力量 她居然还保留了部分 这丫头 比我想象的要强啊 可恶 没满了 没满 没满没了了 给我确实 这是最后的力量了 真的 这股力量 怎么可能 我居然在这股力量里看到 它会杀了我 不 不 在后面 在后面 不对 可恶了 中气了 新剑绝 新剑绝 一刀 两断 被挡下来了 我 小胜大人 万圣经的摇黄 万腰难处 今日 你还不能魂归蛮荒 而冰凤雪脉 也可是本圣 踏上地经最重要的极品 给本圣过来 让我们三宗老祖在 你休想得逞 三宗老祖 你先去支援问天 可是 放心吧 这便交给我们 这个不行 这个也不行 你怎么突然就要回来拿东西了 有了 我有一个预感 等会儿有我的重要戏范 三排阵 万世巨剑 又是三百年前的那老一套 毁灭之气 不错 能把我叫做打破 只是可惜了 想打败我 还差点火候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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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你真的说 混沌剑神第二集 剑神热血归来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调教女帝 不错 很把我轿子打破 只是可惜了 想打败我 还差点火候 武器 我来了 妖脸 完了 英雄登场 你这家伙是什么人 你怎么了 混蛋 也不先说一声 你试一下看看 看你疼不疼 你刚刚问我话 无奈剑兰尊者 守护昆仑那人 别突然转移话家外 守护昆仑 笑话 今天我就要踏平昆仑 谁来都拦不住 散昏松花 怎么可能 令人家轻易破开了我的皮肤 人见人来 花现花开 关在剑了打开盖的至尊生死剑 没见过吧 了解一下 可恶 少装某作药 什么至尊生死剑 不过区区一把帝兵而已 是吗 但得吃我一件事事 皮肤强化 没想着记得你 不会让你割成杠 什么 人连皮肤强化都挡不住 这就完事了 廖灵 你没事吧 宗主 我没事 你们那边处理完了吗 基本解决完了 那个人是谁 我刚看他一刀 就把药圣打飞了 那个 是我是 不对 师尊穿成这样 应该是不想让人知道 他是 应该是僵尸组留下来的后手 被师尊找到激活了 清雪吗 那太好了 如果是他的话 这场战争 估计很快就结束了吧 可 居然信了 可恶 居然 差点把我轰出原形 是我想看你了 混乱剑踪 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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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龙之秘技 急龙 怎么又爆炸了 怎么回事 好强大的气息 败你所赐 我居然冰死突破了 如今 地境之下 我无敌 我可得好好报答你呀 我的大恩人 这 比刚刚更强的 圣境三丑 师尊真的能赢吗 而我 将在冰凤血脉的帮助下 成为新的妖帝 统领万妖 哈哈哈哈 昆仑剑踪 选择你们的死法吧 怎么 回事 我好不容易 突破到你一三处啊 本来想好好陪你打的 但是你废话太多了 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 都不懂吗 哦 天也了 老实点 王大人啊 你死的好惨啊 我 进来吧 圣境的金龙尸体 可是好东西啊 你 我先回去了 那我也 不 你得等会儿 你 你想干嘛 不要 可恶 又来 懂安分点 对了妙龄 先来尊者回去了 谁 就是刚刚帮我们的那个人啊 还没当面谢谢他呢 哈哈哈哈 不用管他 你这里咋冒烟了 啥 肥灵师 每周五周六更新 怎么了 这个二伙龄尸体 进瓶 齐火 好疼啊 今天这段单房都快半天了吧 你们也和我一万无所事事吗 小卢 小卢 哦 妙龄 你怎么在这里睡了 我失尊呢 你终于回来了 他呀在炼丹房里 炼丹房 我有一种 不祥的预感 啊 小剑宝被袭击了 应该是师尊的炼丹房又炸了 师尊 小卢 先把烟吹散吧 啊 狂风 听我号令 啊 啊 搞定了 可以 这下舒服多了 我成功了 恭喜宿主 炼制出特殊物品 圣龙园 奖励补圣丹丹方 需要材料 圣龙园 圣灵谱 虫鸣花 这是什么衣服啊 好奇怪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比起师尊之前给我弄的那些衣服 这件都算好的了 但 好紧啊 师尊说 习惯就好了 准备好了吗 修行之业要开始了 出去 为什么 为什么不行啊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的修炼 什么按摩增强吸收药业 都是骗人吧 我们才不会上当 我看你就是想占便宜 你们真是以小人之心多倦在这波 比你们现在的修炼 是完全无法吸收药业中的金龙惊血的 所以 才需要一点点其他的帮助 难道你不想快点追上我 炒狗我 然后解除我们之间的契约吗 小灵 你不是一直想快点提上修炼吗 这次可是一个好机会 我告诉你 你可别耍花呀 那 那就试一试 准备好了吗 大黄褲子 你每次九十九下的频率 让你睡机都去保育我 我又到轮魂拳 我的前套 就是我头戚加算林 你每次一百下的频率 征服你的肌肉 血管和骨干 接下来 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了 指压 外观穴 内观穴 宛柔 百里穴 夭阳观穴 火力全开 神奇吧两倍 最后一试 神神一试 大蚊子狗 你这混蛋 分明 分明是在吃豆腐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口 但是不可以侮辱我的技术 接下来 到了竞争奇迹的时刻了 吸收和转换灵气的速度 居然都比平时快上了好几倍 竟然是真的 今天总不变人 宿主徒弟 安妙灵 突破大清戒指 半圣 奖励宿主 修炼资质提升为 圣品 签到奖励 提升无成 好吧好吧 我错了 是我错怪你了 小如啊 知错就能改 师哥 那今天 干啥 你们遮着我干嘛 我在鬼秘世界玩嗨了 每周六十点等你一起嗨玩新世界 哈哈哈 鸡腿 还大鸡腿 了 撅死了 谁打造的惹人惊懋了 妙琳 怎么了 好像有人来找世尊 秦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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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话了 秦二人 太好了 真的找到了 是你啊 世尊 你没认识 这事呢 是这样 那样 接着 这般 那般 然后是这样 最后那样 哦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然后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秦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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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大势力在背后 我就难逃嫁人的命运 所以我想败入秦儿人的门下 让我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师尊 我可以收你当记民弟子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真的什么条件 把你冲冰国的国画 冲冰花 这 每一朵冲冰花 都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 以及时间和人力 才能种植出来 一般只有新皇继位 才能得到一朵 辅助突破境界 所以这个条件 我没办法答应 简单 我祝你成为继位者 你给我冲冰花 可行 啊 继位者 这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全力帮助你获得冲冰花 好 以后你就是我的记民弟子了 等我走吧 是 师尊 救命啊 秘脸 你为什么要逃啊 啊 废话 成不了坏子弹 啊 那是什么表情 什么眼神 你的眼泪又是什么 快点快点吧 我不学了 我不要到机场找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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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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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眼泪 能帮你掌握你的命运吗 风雪桃 一人 朝着我冲过来 小便 啊 啊 我不行了 啊 啊 啊 混蛋 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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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这样的训练真的有用吗 谁知道呢 啊 殿下 我 放手 殿下 救 救你了 你不是说 要把一切都给我吗 救 救命 你别怪我 要怪 就怪那个老不死的 和我皇姐吧 是他们害死你的 殿下 宗主 姑答应你的要求了 你也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 明皇子 啊 不 明皇子 既然你信守承诺 那魔宗定会不顾一切 祝你登上皇位 万古最强中第二季火热来袭 每周五周六 铁骨拍的弟子们集合 本座要开始讲课了 扫描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 调教女帝 既然可以用法术 那就别怪我欺负你了 不过 上吧 一连 是 哇 刚可没说二打一啊 摄身 攻击 撑啊 呃 小不变呢 直接开大招 一连 再使用一次摄身冲击 快快 是 做得好 一连 是 一连 站起来 是 啊 总觉得这个画面 很像某部召唤宠物战斗的动画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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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你休息一下吧 啊 啊 经过师尊前几日的特训 一连 你长进了很多啊 是的 妖灵师姐 但是 那种特训 我 我不想来第二次了 哎 起码现在不会只顾着逃跑了 呃 的确 哦 一连 你的小兜兜在这呢 啊 是我们崇明国的通讯设备 父皇因为担心我 所以给了我一个 这是父皇在通过通讯令远程护驾我 哇 你们皇室好东西真不少 啊 一连 一连 不要回来 啊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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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答我 你不要出去啊 啊 嗯 姐姐 父皇已经死了 啊 是你害死的 啊 骗 骗人的吧 为什么你啊 你问我为什么 你说呢 原本我都要被立为星皇了 啊 父皇知道你加入昆仑剑宗后 这老东西居然小废了我 该令你当星皇 为了 为了获得皇位 我也只能迫不得已杀了他了 所以 这就是姐姐的部队了 不是 我要杀了你 啊 冷静呢 伊莲 发什么脾气呢 嘿嘿嘿 我好害怕啊 姐姐 要怪就得怪你 不是嘛 你要是乖乖嫁人 不就好了吗 看得好 接下来 按照约定 魔宗将在崇明城 举行献祭 你不会出尔反尔吧 余香 哦 当然 你们可是大功臣 满城百姓 真烦满 是他 能放箭 你居然敢和魔宗勾搭在一起 你们究竟要干嘛 我到 喂 回来 你们快回来 说清楚 你们还要对丑命城的百姓做什么 伊莲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可是小容姐姐 你也听到了 我总要拿我崇明城的百姓去献祭 现在这种情况 想要救下崇明城 打败摩天轮这个办事 就必须依靠你师尊 对 我 我还有师尊 好麻烦的样子 快点 大家快点 去城门 只有过了城门 我们就逃出去了 太好了 快 加快脚步 这是什么 我不想死 万人救救我 经过崇明城的这次陷阱 我终于突破了 恭喜你尽其圣境啊 摩天轮 接下来 如你所愿 现在的 有资格和我们进行更深层的合作了 进化来袭 每周四周日更新 终于 探索